Hello, 大家好, 又係我, 廚梁啦! 好,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煮食頻道呀! 不知大家早上吃什麼做早餐的呢? 有時候冷煮, 會早一晚買定一大袋芳包, 在第二天早上拿它來做三文治呀! 如果你開始嫌三文治沉悶又單調的話, 你一定要看我今天的教學影片啦! 我會將平凡的芳包變成美味的岩燒芝士吐司, 特製的芝士醬可以早一晚做, 或放雪櫃, 第二天拿出來, 塗在吐司上進行氣炸, 不用十分鐘就可以做到 鹹中大甜滋味香濃的岩燒芝士吐司啦!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呀! 還有記得按個小叮噹哦!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在開始之前, 大家首先看看今天所需的材料呀! 根據這份食譜可以做到三件岩燒芝士吐司的! 同一時間, 我亦都準備了一份英文版的食譜,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這裏呀! 大家抄好食譜,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啦! 做這款吐司最好用較厚身的芳包! 剛好呢, 我就買了三片回來和大家示範怎樣做! 需要的材料很簡單, 剛才在較早前已經展示給大家看啦! 在雪櫃拿齊些材料出來, 我們現在開工! 那麼呢, 我們淡忌廉需要45克, 我們把淡忌廉倒入一個鍋裡啦! 然後再加入15克的砂糖, 還有15克的無鹽牛油! 跟著我們開一個小火, 慢慢將鍋裡的材料煮溶! 當你看到些砂糖和牛油煮溶之後, 就可以加入芝士片啦! 如果喜歡滋味香濃一點, 可以再加多一塊! 今天我就用了兩塊芝士片! 那麼繼續保持小火, 我們慢慢將芝士煮溶啦! 其實整個過程都非常簡單, 這個芝士醬一點都不難做! 好, 那當見到芝士溶完之後, 就可以關火啦! 因為這一攀醬裡面是有牛油的成份, 所以當它攤凍之後, 你會見到芝士醬開始呈現半凝固的狀態! 用之前將它攪拌均勻就可以啦! 你可以即煮即用! 如果你不是即煮即用的話, 譬如早一晚煮定, 可以煮好之後, 就將芝士醬放在冰箱裡備用! 第二天早上要煮早餐的時候, 拿出來用就可以啦! 今天特地拍片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直接用了些醬! 好了, 剛才都說過了, 我們準備3片的白麵包! 因為今天教大家煮的芝士醬, 芝士味非常濃郁! 我建議大家用厚身的多士啦! 吃下去它的整體口感和味道, 會比起用薄的方包好! 今天的食譜裡面寫的芝士醬, 夠煮3塊吐司的! 我們只需要把它平均塗在3塊吐司上就可以啦! 自己煮鹽燒芝士吐司, 真的是非常簡單有意做的! 給小朋友都可以做到! 亦都比起在外面麵包店買的, 鹽燒芝士吐司便宜啦! 這麼快已經塗好了! 今天我是用氣炸鍋來做的! 在氣炸鍋裡面鋪一張石紙啦! 然後將吐司放在石紙面! 我們會用165度將吐司氣炸大概9分鐘! 不同牌子的氣炸鍋, 它的皮性都有少少不同! 如果你覺得不夠金黃的話, 可以氣炸多1-2分鐘!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懶人早餐推介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還有記得Share食譜給你的朋友喔!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啦!